她现在和妈妈关系亲密 但是以前几乎没有交流 妈妈属于是聋哑人 从小的时候就是 怎么说能不理解她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就是形成一种习惯 从以前的时候从来不跟她们沟通 妈妈总是比划一些奇怪的手势 直到现在 她才慢慢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挖个头 然后是我外婆那个地方 树是这样子的 然后苹果树 她会这样子去摘 用手表达一些石子 然后又去枣 这就是属于一个枣石子 在我们理解当中 就是她旁边还有一个枣石场 一个不会表达的妈妈 却教会了女儿爱的表达 如果说你没办法 去给你爸爸妈妈去表达 你爱她的话 你可以说去亲她一下 如果你亲她一下 会让她心里感觉 就是特别更短 知道我孩子也是爱我的 她们要找谁 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有请 来请坐 这是母女俩吧 对 谢谢妈妈 大家好 好 来坐这 妈妈坐这 对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我今天是来陪我妈妈找家的 她的父母在哪 她的父母现在是属于云南 不知道在哪个方向 你们家现在在哪个城市 我们是来自沙东德州的 怎么想起来要给妈妈找家 是她自己的愿望吗 从应该是从我小的时候 她就一直有这个愿望 想去找这个家 妈妈想她的什么人 能告诉我们吗 她说是一个房子 对 房子就是房子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外婆是生了五个 三个哥哥 对 就是三个男孩子 然后我妈妈是排行老四 然后还有一个小妹妹 她都想她们 她特别想的是我外婆 房子后面有什么你问她 有树 房子后面有树 房子后面有一大片的 是什么树 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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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穿的衣服是属于这样的 有个老实的扣 属于一个那种半身裙 然后一个这样子的 她是哪年离开家的 应该是88年或者是89年 88年 她是被人贩子拐出来 还是自己走势 她是被人贩子拐过来的 爸爸有什么问题吗 爸爸就是说 他语言的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 你在他听力方面有一些问题 不属于荣耀来的 她是从12岁的时候才会说话 所以说我跟我哥哥从 应该说是从小就会生活一个比较无声的家庭 家里很安静 家里就是特别安静 因为最大的 应该最大的声音就是属于什么呢 爸爸跟妈妈去吵架 因为吵架架就是妈妈就是唯一想提的就是我想回家 小时候你能理解妈妈吗 想的时候说实话不理解 因为想的时候那时候根本就不懂 那从上学开始 我们会用说话的方式吧 去跟同学们去交流 然后一回到家之后 我妈妈就会跟你学比划一些首饰啊 也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看了之后 然后我就会想 就会心里就会特别的无奈 因为妈妈表达的一些首饰 就是看不懂 特别没有耐心 因为看妈妈去表达这些首饰 然后就放下书包 那时给我哥哥关系会比较好一些 那就是放下书包 就直接找我哥去玩 就是特别就是 那时候就是无视我妈妈吧 这样子的 小妈妈就是 来到这边之后 自己学的首饰就是 剪窗花嘛 窗花 对 就是结婚的时候 他们就会剪那种特别大的窗花 都会来我妈妈去剪 我妈妈可能是想传一些 就是想教一些东西给我 然后就会特别耐心 然后这个东西要这样花 那个东西要那样花 然后拿着剪的 你去给我剪 他递给我 我就不耐一下 我就是不行 学这个干嘛 不学不学 就是把他给拨了一边去了 就是一到现在 就是想起这个问题 就是那时候 怎么想想 怎么不学学 小时候你妈特别宠你吧 小的时候特别宠我 宠到什么份上 宠到什么份上 因为妈妈就是 不会在语言方面去表达嘛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对我们好 去保护我们 因为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就是让一个小学生 就是把我 就是把我的签笔给弄坏了 我的钱桌嘛 到中午的时候 就是回家 就是跟妈妈说 这个签笔不是我弄坏的 然后是我一个同学 就是前面的一个小同学 给我弄坏的 因为当天下午的时候 就是妈妈怎么说呢 拿着剪刀 就冲到我们学校去了 当时好多小学生 就直接钻到桌子底下 当时我不清楚什么情况 我说有什么下来的东西吗 我也钻下去了 然后我钻下去的时候 妈妈就是 我们那就是有一个窗台嘛 妈妈就站在窗台 就是开始那么会打招呼 然后我看见妈妈了 就是妈妈就是 拿了个新钱笔给我 现在就是回想起来 那时候就是怎么说呢 妈妈是在利用 利用她自己想的对的方式 来保护我 就用那剪刀 就是告诉他们 就说呢 你不要欺负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 也是有妈妈保护的 每次我跟我哥哥 就是每天早上 就是去上班的时候 妈妈都会站到 我家门口 然后是看着我跟我哥 就是看不见了 我没为止 他才回家 因为我哥是七点半出门 我是八点 他每天都会走出门两趟 就是看着我跟我哥 就是没影了之后 他自己才回去收拾 他那些东西 就是妈妈就是说呢 妈妈就是 你别看他不会说话 他心里就是特别的明白 特别的清楚 什么事情都能想到 我没钱都去 你就像其实有的一次 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是怎么说呢 因为女孩子嘛 现在的女孩子 总喜欢把脏衣服 追在一追 然后我说 等到什么时候 那个没衣服穿了之后 然后我再穿 那这样子 那放在门后面 那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跟同事说呢 我说我今天 我不能加班了 我回去我要去洗衣服 到家门口的时候 妈妈已经帮我 把衣服给洗完了 妈妈就是把所有事 都想到你前面 平常因为语言的关系 和妈妈很少交流吧 小的时候很少 特别少 因为像这样家庭 我在15岁的时候 就下学了 下学的时候就是 打了第一份工资 像村里的话 就是第一份工资的时候 可能会上交给爸爸妈妈呀 然后就说 哎真的 我上的第一份工资 就是让爸爸妈妈高兴 我那时候就特别任性的时候 这个月的工资 就直接没有给家里 连告诉他们一声 都没有说 然后自己买了一块手表 然后其他钱 就是自己花掉了 你就是没有 跟他们去商量 17岁 出门的时候 第一次出门 出去工作会 挣钱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就是没有 跟爸爸妈妈说 去沟通一下 我要出门 你们有没有 什么样的想法 那时候就是给妈妈说 明天我要出门 你给我收件衣服 就直接给他们 下了这样的决定 他们就是打算跟你沟通 外面会很危险 或者这样子的 你就直接不亲他们的 妈妈那时候 可能就是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想 拍着我肩膀 给我沟通嘛 那时候就是 什么 就这样说 那时候 他就是会比较沉默 不过他是该收拾衣服的 还是给我收拾 什么时候开始 重视妈妈了 重视妈妈的时候 是在我19岁的时候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 出门 然后三个月 没有回家 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想 没有给妈妈 给爸爸说 给哥哥说 我说我今天我要回来了 然后就想 我今天我要回家 我要跟他们一个惊喜 就那天就是 自己打车回家 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没想到 想象的会是一个 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妈妈就是坐在沙发上 就是拿着我的照片 就是在那 就是一直在颤 一直在哭 我当时我就站在那 站了好长时间的 就是一直在那 站着看着妈妈 那是第一次 抱妈妈抱的最长的一次 就一直在那抱着妈妈 不知道该去跟她说什么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时候 就是开始慢慢地去理解妈妈 从妈妈就是那边 妈妈在给你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 会在坐在旁边耐心地去听她讲 就会听她去比一会儿 你现在和妈妈的关系 比从前好多了吧 现在的关系是比从前好多了 对 和妈和了很多 逗她开心 每天的时候都会去抱抱她 然后亲爱她这样子 每天都亲亲她 每天都会亲 每天亲一次 因为这样的表达方式 就是看过一个文章 以前的时候看过一个文章 因为文章上会说什么呀 路路说你不好意思 跟爸爸妈妈去表达 我爱你 然后你可以去亲一下爸爸妈妈 记得是第一次印象最深的一次 就是妈妈就是在那旁边看电视 就是在那坐着 然后就是看了妈妈一下 甚至晚上 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文章嘛 那在妈妈面前对了好长时间 就是自己就是鼓起了勇气 然后就是偷袭了妈妈一下 都偷袭妈妈一下 亲了她一下嘴嘛 这样子的 妈妈就是一种特别 就是惊讶的那种眼神 就是在那里 就是看着我 妈妈的衣服一般也都是你买吧 嗯 妈妈的衣服一般都是我买的 像看了一些这些衣服什么的 就是想跟她买的时候就是 你每个月挣了钱给她吗 给 每个月到现在为止 就每个月的工资都可以去商交 嗯 就是叫她 就是发着工资的时候 太不烦了你拿着高兴 就是发 就是发着工资 是心里特别高兴的时候 不会想到爸爸 就是爸爸我发工资了 然后呢 就是现在帮我放着 然后妈妈过来的时候 然后先交给妈妈 哎 这是我的工资 然后你查一下 妈妈就在那边跟她的数钱 就数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高兴 数钱不会数错 数钱不会 一张一张在那 数不会数错这样子的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一定要替妈妈找到他们的家 在妈妈 应该是六七年前的时候 妈妈做手术 妈妈就是得了卵肠脑肿 那时候是前一个月 妈妈肚子疼 我们都没有特别的去在意 不会去想到 哎 妈妈肚子里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特别大的病 就是过两天之后 妈妈就开始发烧 然后就是我就是 第二天的时候带着妈妈去医院了 因为妈妈那时候就打了麻 又要在床上躺着 就是还没醒的时候 我在床边守了一夜 就是看着妈妈 妈妈就是睡觉的时候哭了 我当时就是在想 可能是麻要疼疼哭的 因为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去跟她说 你晚上的时候哭了 妈妈就跟我说 就是想外婆了 因为那时候我在生病 就是咳嗽的时候 外婆就是一直在旁边 就是坐着 你要不要喝水 然后又不要吃饭 然后这样子 她说就一直说这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一直建议 要把妈妈去找到这个家 现在就是看着妈妈挺好的 其实在了解她的时候 就会回想到以前她做的 一些事情会 一开始会让我不理解 因为妈妈在我四五岁 那时候不是特别记事的时候 就是自杀过 她自杀的时候是跳河 头已经下去了 只剩下头发的时候 让我邻居的叔叔 把她给拽上来的 后来就是问爸爸 爸爸就是 就是那时候是吵架 然后就吵完架之后 妈妈就是想回家 想回家的时候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表达不出来 特别的压抑 想起她那个眼神 就是会特别的迷茫 她不知道家的方向在哪 因为妈妈从小的时候 就是从我记忆当中 妈妈就一直牵着我的手 她就是一直 就是没有放开过我 我小的时候 就一直抓着我的手 那每次就一直 抓着妈妈手 然后抱着妈妈的时候 就心里就会 特别的安心 在外面有一些 会比较难受 或者很难过的时候 然后回来就是抱抱妈妈 就心里就会 特别的安静 平静 像一块纯净的水晶 威威道来 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 并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个妈妈 而感到心里缺什么 满满的爱 你看着她觉得 真是个好孩子 妈妈也算真有福 有这么一个孩子 幸福的妈妈 我们有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不残缺 实际上内心还是残缺 你看看人家 雨晶姐 就是刚才这一切 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是吧 就是她亲妈妈这一刹那 让我们觉得 真是这个女孩子 就是一种 懂得爱的一个女孩子 真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 对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一对不完整的母女 但是你看母亲很惬意的 摇晃着腿 然后开心的笑 然后女儿特别的体谅她 其实就是说呢 爱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你看这个女儿 说她到19岁 看着她母亲 对着她照片哭的时候 她第一次意识到 爱的疼痛 但是我想 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正是她父母对她的爱 让她敢爱敢恨 她开始去跟这个 不完整的母亲交流 她开始去替她母亲 找自己的家 她开始让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一个家融合 而这一点上 她其实是提醒 身边所有的人 每个家都有不如意 但是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 你为你的父母亲情 又弥合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 她能够把母女情 做到这样 其实这已经让很多 很正常的家庭 会觉得羡慕 为什么 因为女儿在努力学习 爱的表达 而有的家庭 大家会觉得 那不是天然的吗 再天然的爱 也需要表达 这位母亲是29年前 被人犯者 从云南拐卖到山东的 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 她的最高追溯时效 是20年 但是刑法同时有规定 如果一个犯罪团伙 实施了多次拐卖 那么她的前案的追溯时效 是从最后一次作案算起 所以我们会要求 云南当地的公安机关 对她当年29年前 被拐这个情况进行调查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李春花一家 你们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 您是在我们栏目 融媒体平台上 进行寻人报名的 那接到您的报名求助之后呢 我们也是根据前关线索 立即帮您展开来寻找 根据您母亲的回忆啊 她来自云南 家门口的里边小溪 在房屋后面呢 还有大量的苹果树 还有石碑等等 根据这些细节 我们也是联系了 云南当地的罪 来寻找相似的 比如这个大片的苹果树啊 还有理性比较多的这样的村座 对您进行具体的排查 根据李春树的回忆 以前家里种有大片的苹果树 所以我们把寻找范围锁定在了当时生产苹果的招通室 最后我们在一个村子找到了房屋前有小溪流过 以前家里种有大片的苹果树 并且房屋后面有几块石碑的人家 但这户人家是否就是李春树的亲生父母的家 我们还不能确定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从小的时候就是不理解他 从不给他去沟通 在网上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做梦的时候梦见我外婆那边 我就是就是想 喂好了吗 喂员寻找喂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妈妈给了我一个家 所以说我也想 帮妈妈去找到她的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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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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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